歡迎收聽心靈母音 我是靈氣導師曹操 我也使用送播 薩滿等方式 協助大家療癒 找回自己 讓我們一起從生活中體悟 並且超越 專畫 那今天我們要聊什麼 我們要聊很沉重的主題 教育 也不會很沉重啦 我只是在擔心說 會不會我們講完之後呢 就是如果你不想聽就不要聽 我還是要再講 我們很反骨 對 就是很反骨 就是我們沒有在造一般框架 如果你想要掏一般框架的東西 你就去聽別人 可是拜託 我的節目本身也不是要給人家 就是清了內心很爽的啊 我就是要來打醒你 對 就是我們 願意要來被打的話 對啊 沒有要逃拍的意思 沒有要拍你的意思 我們是趕緊散水沛 散水沛還滿好笑 對啊 那為什麼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沉重嚴肅的話題呢 我們今天到底要聊什麼 我們今天要聊教育啦 哦 那你為什麼忽然想聊教育 我覺得上次我們錄音有稍微講到一點 所以我們才決定要講這個 其實我覺得教育這件事情貫穿我們這一個人的思考模式 跟我們如何跟自己相處 因為是養成啦 你從小的養成啦 對 你知道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教育它涵蓋家庭教育 也有我們學校的教育嘛 然後這兩件事情 還有社會教育啦 對啊 但是我覺得 那我們要先focus在哪一個部分上 其實我覺得家庭教育是真的最 foundation 你知道嗎 可是家庭教育其實很大部分也是來自社會影響 對啊 沒有錯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都環環相扣啦 如果父母他沒有辦法作為一個有覺知的個體的話 他是很 你知道嗎 你的過去你上一代的救息或者是一些制約 你就會一代一代的傳到你的子子孫孫 對 真的 你知道如果你現在對你的生活很不滿意 你有意無意的也會傳達這樣子的價值給你的孩子 你知道其實這是一個很怎麼樣 毒化的一個過程 就是一個繼續毒害下去 繼續遺傳下去的概念 對啊 為什麼最近覺得對教育這件事情很有感覺 就是因為最近呢 我真的碰到還蠻多跟我平常相處不一樣的人 思考模式對不對 對 他們真的給我好多inspiration 然後我就覺得他們怎麼會這樣想啊 而且他們都很願意去放鬆欸 就是我們的教育傳統的 就是我們之前節目也很常講說要一直往前衝 一直拚 一直努力 一直怎麼樣 可是我發現我在跟這些外國朋友在相處的過程中 我發現他們不是很care說 我一定要達成什麼 我要得到什麼 對 反而他們會覺得說 我這個人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那為了達成這樣的事情我可以替自己做什麼 即使是選擇一個科系 他們也會先從閱讀一本書慢慢拓展自己的興趣 然後想要深入了解再去找這樣相關的資源 到那個教授底下學習 他是真的想要去了解跟研究去學習 而不是為了某個目的 對 就是不是為了拿文憑或一個學位 公立目的 對 而那樣子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的是教育在我們亞洲的文化裡面 以前被變相的轉換成一種功利主義下的一個產物 其實是整個社會都是蠻功利的 我覺得華人社會都是這樣 所以華人社會 其實華人 你看華人到世界各個地方 其實都 像不是我很喜歡去泰國嗎 泰國華人就是比較有錢的 對 你看他們也很會炒房地產 炒房地產啊 會計算會幹嘛 所以的確會很有錢 的確很厲害 可是這個是在賺錢的部分 那可能都是商人或幹嘛 你就知道其實在這個部分的確是蠻厲害的 可是就是也是因為太過於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那可是教育不是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會變得連教育都是功利主義 就是要嘛就是要獲得好成績 要嘛就是得到好學校 要得到好學校之後 就是為了要得到好工作 得到好工作就是為了要賺比較多錢 到最後就變成教育只是為了獲得金錢 或是獲得什麼 可是這個是真的教育要帶給你們的嗎 我覺得 對啊 其實我後來也想想 其實這樣的教育的不好的地方是 我們會把很多的選擇 都變成一個很粗糙的思考過程 就是說我一定要怎麼樣 所以我才可以得到什麼 那為了要得到那個目標 你就是會不去顧及你自己的身體跟情緒感受 然後就是放在一邊 就是一直把自己往前面一直push push 然後push到後來你就是崩潰了 對 簡單就是說從教育的開始你就已經 我跟你講我剛剛有一個感覺就是 我們其實以前最初的教育是為了讓 以前為什麼要普及教育 普及教育是因為有的人他可能對一些知識 或對一些我們作為的嘗試 或是一些現代的東西他不是很理解 所以才會造成一些 我們講說以前有一些奇怪的習慣 或是奇怪什麼對不對 所以教育是為了讓明智能夠打開 欸 照理說應該是讓你更聰明 或更有思考的方式 更有思路 更有想法 可是問題是到後來現在教育 變得讓你越來越沒想法 越來越受沒有自己的思考邏輯 沒有自己 然後甚至也不去感覺你自己真正的感覺 就像剛剛那個Shunty講的 你沒有辦法去感覺你真的要或不要 你只能順著這樣走 所以變成說本來是要讓你有自主權 變得你完全沒有自主權 而且完全就是阻斷你 甚至是逼迫你 你不可以有自主權 你只要想這麼多幹什麼 你有這個又可以幹嘛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太多 越來越多的不做自己 對啊 所以我覺得重點是 教育的本質在於培養你的自主性 還有批判性思考 讓你能夠思考 對 而不是我覺得到後來 我們的普羅教育變成是一個 讓你成為一個識字的文盲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你看得懂字 但是其實你沒有自己的想法 對 或是你不懂 對 然後你就是大家說什麼 你就覺得喔 就是這樣 然後罵一個人就是跟著罵 然後覺得這個好 一起覺得那個好 但是到底那個本質是什麼 你有想過嗎 這個真的是你自己的價值觀 或是真的 你內心真正的想法 還是是大家講 比如說我就常常會講嘛 以前大家就喜歡說 小時候就是爸媽講 長大的時候隔壁整伯講 然後長大的時候再大一點就是老師講 對 那有的人學了宗教之後就是神講 誰講 因為我就很常會抱怨說 我家的那個男友就是媽保 我媽說 我媽說 誰說 誰說 對 可是問題是你為什麼不聽聽你自己 對 然後其實你剛剛其實 學長提有講到一個點 那我們再講到更那個的東西 更那個的事情來說 你會發現我都會跟人家講說 你會發現那些大老闆 那些在某個部分很有成就的人 他們是書讀最高的人嗎 NO 書讀最高的都會變員工 他們就會 他們思考是越來越僵化 他去訓練一批專業的人 來為什麼 為這些不讀書的人工作 因為你的想法被限制住了 你就會變這樣 那現在教育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如果你真的去看 有很多 你要說陰謀論也好或幹嘛 其實所謂的 真的一定要你讀到這麼多書嗎 或是鼓吹你讀這麼多書嗎 我跟你講來 現在跟我講 你現在在學校的時候 你真的學到的東西 你在現在生活中 你會用到的有哪些 你花了十幾二十年 花了二 好 我們大學畢業 講大學就好 不要講現在很多人讀碩士 甚至讀到博士 我們大學畢業多二十二歲 二十三歲 你花了你人生 然後我們從幾歲開始上學 幼稚園開始上 幼稚園不講 我們從國中 國小 國小大概七八歲吧 七八歲到二十幾歲 你有十五六年 或是更久的時間 你都在做一件事情是 你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欸 你十五六年來做很 可以 你學習一個技能 你可以學多好 學多厲害啊 那為什麼你要花這麼多時間 然後去讓自己變得越來越無能 其實我覺得 教育跟學習這些知識 本身並沒有錯 並不是說 我們就不要去學習 而是說 你知道其實我們現在的科技發展 都是拜這些知識的累積 以前人重數 後人乘量 所以當然知識本身的積累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在積累的過程中 你有消化嗎 你有吸收嗎 因為 你有保持你的思考 對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思考流程 你才有辦法創造出 對人類全體有益的事物 比如說像iPhone 或者是說特斯拉 或這種 都是你有足夠的知識下去 創造出來 造訝大家的事情 而且是你自己 真心想要研究這個部分 你就會去做 而不是人家逼著你說 你做這個會賺錢 做那個不賺錢 做這個是可以 做那個不行 那所以 我剛剛講的那個概念 其實就是 他們其實在這個部分 灌輸就是 你就是要讀多少 你要怎麼多少 然後幹嘛幹嘛 然後培養出很多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也這樣不斷灌輸給你 很多的模式 很多的框架 所以變成說 你越來越沒有思考方式 你只是變成一個 有專業知識 但是沒有自我思考能力的 那你這樣跟機器人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覺得說 不用去特別怪說這個人 你怎麼講 其實是整體 教育環境造就成我們 變成這麼限制跟緊縮的狀態 對 所以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我想要特別提到一個 我自己過去的經驗 就是我那時候在國外念 在美國念研究所 然後印象很深刻的是 就是幾乎是每堂課 就是老師他都會要求我們 踴躍討論跟發言 這個跟亞洲國家完全不一樣 對 他就是會丟出一個問題 然後因為其實亞洲 普遍來講都是比較 你沒有在那邊土生土長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一個 生性害羞 又不敢表達自己的人 對 很怕說錯 然後我剛過去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一方面是語言的障礙 就是我可能 我的腦袋中已經想好答案 當我要說的時候 我又要整個把它翻譯成英文 就是會讓我表達 有一個delay的時間 然後我就會覺得 會讓我更緊張 沒有辦法去第一時間舉手發言 或什麼的 第二個是 我發覺他們對於 表達自己的意見 是一個很自在的事 可是我發覺 我自己是需要現在 腦袋裡想到說 答案是什麼 我才要講出來 就是正確的答案 應該是什麼 而且講到正確的答案 對 我要把它講正確 我才要舉手發言 才覺得說我是有念書的嘛 可是我發現 其實他同學都不是這樣 他們是有什麼 他們就噼哩啪啪講出來 不怕犯錯 甚至他們根本就 因為我們每堂課 喔真的 功課量超重的 幾乎你每一堂課上課之前 你都要看超過100頁的 journal 對 然後你就是要在課堂上 討論這些 journal的東西 結果我發現我真的很認真 在進行這些 preview的事情 但是我在課堂上 發言的次數真的非常少 反光是我那些同學 你聽他們在講的那些發言 其實你發現 他們是沒有在看那些 preview 那為什麼他們卻這麼有自信的表達自己 對 你就會覺得說這個到底是 我們給自己什麼樣的限制啊 然後我還有印象 有一堂課老師就說 啊我跟你們講了這麼多 但是我要提醒你們的一點是 所有我跟你們講的事情 你們都不要全部接收那個是真的 那個是對的 請你們就是勇於質疑我 說這樣是不是對的 對 甚至有時候我去下課問老師問題 他會很誠實的跟我講說 Shanty 這一題呢 我不知道答案 目前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以留下你的email給我 等我找到答案我會把答案 就是在email給你 你知道他們真的很誠實 就是就honest的這一個方面 我覺得是一個很非常難能可貴的人格特徵 而且他們的 像比如說我們 我覺得我們亞洲國家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亞洲比較有那種 比如說 我覺得也是被 以前的那種老的思想 儒家思想 我真的超想講儒家思想 我超討厭什麼 君君臣臣復復復 我跟你講當初為什麼軍王會選他 只是因為有了他 你們就好被統治而已好不好 為什麼不選別人 就是因為這樣子好不好 他有什麼他什麼自身先知啊 去吃 我跟你講 那為什麼不選擇道家思想 對我們的教材呢 因為這樣我們的人生就會變得 因為更了解自己而不受控 控制君主不喜歡 那政府需要這樣子的人民嗎 他需要的是大家都能夠安守本分 然後做好你這個身分 該做好的事情 就是你有你自己的位置 你就是做你的事情 我就是王 王就是不可以否認的 我就是永遠的對 權威感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自己在學校 要接受老師的指導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也是對不對 權威感 就是我們就反觀 如果剛剛的例子回到台灣 我並不是說批判台灣怎麼樣 就是只想要分享說 我自己經歷的過程啦 就是如果把那樣子的情形 拉回台灣的話 那老師的反應通常不會說 你留Email我再寄給你 而是他會說 他會掰另外一個答案再給你 對或者是說 他就說你幹嘛問這個 就是不懂裝懂 或者是藉由說 你不要問這麼蠢的問題好不好 之類的 對之類的 你就會覺得自己真的很不對 他不願意承認自己 其實我跟你講 這個不管是教育 是我們的整個環境都是這樣 我們很難接受說自己不行 尤其是如果你是在這個領域 像比如說我不要講這個 像比如說身心靈界 也是這樣 很多這樣子的人 像比如說他們就問說什麼什麼 他可能就會給他 隨便掰一個答案 就給那個個案 可是我跟你講 你所講的每一句話 對個案都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真的是不要亂講話 好 然後所以像我說 他們講說什麼 我說我說我不知道啊 他說我這樣這樣 會不會怎樣 我說我不知道 你要自己決定啊 他們就是 我就說我不知道啊 你問你自己啊 你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呢 我就會很直接跟他們講啊 對啊 就是 接受你自己 你不是救世主 你知道我覺得 從這一個分享 我也看到說 我們真的很急於找一個正確答案 就是他們來找你 而且是別人 就是要來求一個正確 你告訴我答案 你告訴我該怎麼走嘛 可是你講的應該就是對的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只要聽你講就好了 就是他亂講 或是他講的都不准 我都怪那個老師就好了 就是他們就是還是喜歡 把那個責任丟到別人身上啊 對啊 那我最像我如果 像我之前有在街頭 我這樣不會是講 那目前狀況可能看起來 是類似這樣啦 你要不要怎麼做 就看你自己啦 你會怎樣 我也 我都不會講說 你會來會怎樣 我只會講說 你的心理狀態是什麼 所以推斷會是怎樣 但是我不會講絕對 我跟你講 沒有什麼事情是鐵口子斷的 我已經上次我們在講的 那個那一集上面說 我有講過 沒有什麼事情是鐵口子斷 要是有鐵口子斷 你就直接 傷他巴掌 我現在越講越誇張了 只是說因為真的 沒有什麼是一定 他如果 可是如果你自己 被算得很準 那就表示你這個人 已經在你自己 個人的模式裡面 太受到控制 你一點都沒有跳脫的能力 沒錯 你完全沒有成長 所以才會這麼準 對 才會那麼準 所以就要另外一部分 好 那我們拉回來 教育一開始是要讓你有思考能力 有判斷能力 所以我們反而應該去反思說 一開始你在看待教育 我覺得這是我們亞洲社會 本來就看待教育 或是看待整個所有的事情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公立的社會 而且以前就被灌了 我們灌輸講的 親友依稀武功 你就要努力怎樣 人家裡講說什麼 懸良刺骨 就一直在鼓吹這些東西 所以你就會一直灌輸說 我就是要怎樣怎樣怎樣 我要光要門湄 然後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也是造成一個大問題 對 那科舉制度 科舉制度當初不是不好 科舉制度 我剛剛講說 制度 對 制度 我講得太快了 科 制度 科舉制度 等一下要吃嗎 科舉制度 它不是不好的 它其實當初是因為以前是 我們要知道一個事情的來容 它以前其實是 因為以前是世襲嘛 一些貴族世襲 然後為了打破 讓一些底層的平民百姓 能夠有機會 能夠上位 所以才實行了科舉制度 所以科舉制度當初的利益是好的 它是要讓你能夠展現你自己 你有機會能夠翻身 對 那其實這是一個過程 那其實那可是現在我們就發展的太過頭 就變成說四次都以考試 以競爭 以比賽 以這些東西好像來肯定你這個人是怎樣 是怎樣 如果沒有這些好像 對啊 而且我覺得我們教育 我個人的體驗中也是把我變成一個不敢犯錯的人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我們在考高中考大學 你都只有那一次機會 一次定生死 好啦 可能到後來他調成成兩次 一次學測一次指考 對 你有兩次機會 現在是我也有改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們在講我們那個年代的事情 對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每次去參加那種考試 你壓力都非常大 因為好像就是要把你過去三年所學的東西 今天就是要表現最好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壓力超緊張的 就是同時要很緊張 同時要腦袋很清楚的去解題 對 然後你就覺得那個過程真的是 你知道就是變成一個很限制自己 然後又讓自己處在一個很緊繃 不敢犯錯的一個情境下 對 我覺得真的好可惜喔 對 就是為什麼不願意給自己一個空間去放鬆呢 而且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大家覺得萬般為俠平 唯有讀書稿 所以都覺得大家就是要去考試 大家就是要升學 大家就是要幹嘛 可是其實說實話 真的有很多人他是 我跟你講 會讀書不代表你聰明 不會讀書不代表你不聰明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人他不讀書 他成績不好 可是其實他非常聰明 那其實我們就要看教育的本質是什麼 因為你剛剛說的會讀書這件事情 我馬上聯想到 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 提供的就是一個背誦的機制 就是你基本上你就只要記閱多東西 還有 還有一個東西就是科目 就是 全民說我們有初中高 其實國中高中其實都是一樣的 科目到大學可能會換嘛對不對 那可能就是選擇 那我們現在先講到義務教育 義務教育現在到國中 高中還是國中 我忘了 高中啦 對 現在已經到高中 以前 我們那時候就是高中了 我也忘了 因為你知道我離高中太久 我的年代跟你有Generation Day 我跟你講我自從辭職之後 我覺得那些東西都是上輩子的事 我真的忘光 我全部忘記 幾乎忘光 你知道嗎 那你現在認得字嗎 我認得字 對 其實有點不太記得 不要開玩笑的啦 講人家就打字嘛 就是你看科目都是統一的 什麼都是統一的 然後等到你去讀大學 我跟你講 如果你去讀大學 從這一課開始 你去選擇 你想選擇 因為大學開始照理說 你應該是 為什麼交代 它應該是你可以去 往你想要的方向去進進了 對不對 因為想說高中以前 其實大家都是學的東西都差不多 對 那當然在那個時候的考試 一定是 這個東西對你來說比較擅長 對它來說可能就不擅長 所以你用這個去判斷說 它的程度好不好或什麼 其實本來就是有問題的 那可是沒辦法 就是要先以衝試來講 然後到了大學 當然是一定就會分嘛 對不對 像高中也有分自然組跟社會組 所以它已經開始 就針對個人應該要來分了 可是還是太籠統 可是到了大學的問題就在想說 很多人並沒有去選擇自己想研究 想學的東西 而是順著大家覺得你應該 像比如說我以前讀 我讀家中嘛 家中其實就是醫科 醫班很有名 家中的醫科非常強 然後對就學說 你就是要讀社會 你就是要讀自然組 理科理組 因為我以前又是次次右班的 因為以前就是進去考的時候 沒有考到 就是那種能力分班的時候 沒有考好 可是我的分數後來 都還超過次右班的第一名 好 可是我就去選讀社會組 因為我就覺得 為什麼我要讀那個 我就對那個就沒興趣 可是大家就會覺得 你就是要去讀這個 你很早就有自我意識 不是 我跟你講 可是也沒有到很有自我 所以他會還要去讀警察 因為那時候社會 社會組第一 基本上第一志願 通常都是律師嘛 都是法律系嘛 對不對 可是我又不喜歡 對 然後我想說 那時候讀警察其實也是 你跳入一個更限縮的環境 到底為什麼 沒有 我那時候只是想說 因為我工作 那時候也是一個極度的功利主義 就覺得說工作 就是為了之後有飯吃 那我要有飯吃 我幹嘛去考慮 律師 律師出來還要考那個 律師的執照或幹嘛 而且出來還要幹嘛幹嘛 就很麻煩 那我倒不如就找一個 有穩定工作的 收入也不錯的這樣 然後收回他去當警察 所以也是蠻限縮的 因為沒有看到 去研究我想研究的事情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覺得其實教育東西 可以探討到很多啦 我們現在只是就 一般我們現在看到的部分 所以其實就造成說 大家的東西都一樣 看法都一樣 或是說給的教材都一樣 而且就像剛剛 想起做一個重點標準答案 可是有很多東西其實 我們到了 可是其實也是有啊 我們到大學時不開始 會有深論題 對啊 對不對 可是其實深論題很多時候都 還是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標準答案 對啊 對 所以就是一個 可是這個世界是 非黑即白 不是 不是非黑即白 對 它是只有一種想法嗎 你知道嗎 我後來有 最近有上一門哲學課 然後那個老師就說 對的答案不止只有一個 對 你知道嗎 真的是這樣子 對 對啊 你如果能夠有背後的邏輯 你怎麼用什麼樣的角度切入 那都是對你來講是正確的 而且我在聽的人 雖然那不是我的立場 但是我也接受 因為你背後的邏輯性跟思考力是夠的 而且是我沒有看到的面相 對啊 這個就我剛剛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我等一下 可以講這個嗎 就是最近 講 疫情的事情 最近疫情的事情 我講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不是有路過這一集 對 但是我沒有講到這麼over 不是那麼多啦 不聽就不要聽 不接受就不要接受 好不好 大家一直著重在感染數這件事情上 然後可是其實是 那我們去思考一下 可是感染數 其實它一定會感染 因為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都知道它很容易傳遞對不對 然後你要說 還有變種病毒 對 什麼什麼什麼鬼之類的 好 這個如果之後要講 我們可以來講一集 好 然後這些東西什麼變種 可是變不變種 它是因為你從 現代的主流醫學的角度來看 它叫做變種 可是如果你 你傳統醫學來看 不然阿育廢頭 好 比如說中醫來講 就我跟上次那個 那個一些醫師談過 他會說 其實照中醫來講 它其實為什麼叫做變種 是因為節氣在變 它就會變 季節在改變 所以是同一種東西 它在變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就現代醫學 就覺得它是變種 可是其實不是 它沒有變 它的本質都一樣 所以在中醫來講 你只要就本質上面 去改變就好了 去做那個就好 那這個有機會我們再探討 我現在講的點是大家著重在感染素這件事 可是有沒有看到 那感染素之後 那死亡數呢 然後死亡數 那我們來看一下 死亡的人都是哪些 對不對 包括最近有人打了 就比較講 不然等一下大家說 又不鼓吹大家去做這件事 反正你自己的選擇 你要幹嘛都是你自己的選擇 只是說 就感染素這件事 那其實我們發現 真的會致死的 或是造成一些比較嚴重 其實就是本身身體狀況 就很不好的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提升 你自己的免疫力 跟你自己的感染 對啊 最本質的是自己抵抗力 對 它你的生活方式 你是不是長期熬夜 是不是長期不好好吃東西 或是吃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這些東西才是造成 你身體不好的本質 而不是要再去依靠 任何外在的東西 其實這也是現代醫療的科救 一個帶來的毛病啊 因為我們去看病 就是因為我們想要尋求一種藥 可以馬上解決 我們現在身體上的病痛 對 然後我就不需要 我就不需要花時間去看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病的病因 一樣不負責任 對啊 不負責任 對 你自己身體不負責任 那所以你就想說 喔 我這樣有 反正我就是好 現在有在家說 我只要打疫苗我就會打 可是疫苗其實它也有講 它不是讓你不敢啦 它是讓你比較不會重症而已 所以也沒有什麼用 那你把自己本來身體顧好 你就不會重症了啊 那所以你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把你身體顧好 那來我現在講的點就是說 我們不同的思考模式 那如果以這樣講就是 那它只能防治 就是盡量不要感染 可是問題是 我們後來知道 情況一號也出來了 中藥的介入也知道了 像我有聽過就是 就是實際的例子啊 已經重症了啊 重症就是怎樣都沒有八號啊 然後再來好不容易願意放手 讓新冠一號或中藥下去用啊 一個禮拜 重症喔 一個禮拜 就是整個陰性出院 沒事 然後還有進加護病房 兩個人同時進去 然後進加護病房就是實質會的 兩個同時進去 然後只有一個 沒有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 只是用中醫 就是遠距線上看診 一天出加護病房 那所以簡單來講 它不是沒有的治 只是說用過去的那種 你去壓它的方式 它沒辦法治 可是如果你願意用自然的療法 讓你的免疫力可以提升或幹嘛 你是很簡單就可以治好 就像你生病感冒一樣 甚至比感冒的期程更短 那如果好 今天有一個病 你感染之後 你有可能自己 欸還有很多隱性感染者啊 對不對 他可能沒有症狀嘛 也沒有什麼啦 可是他就感染 然後自己又摸摸好了 不是很多出現這種人嗎 身邊一定很多這種人 然後既然如果一個東西 他自己有可能本身會好 然後第二個呢 如果吃的藥呢 又很快一個禮拜之內就會好 那你為什麼要在意說 他這麼會傳染啊 所以第一個要嘛 因為大家的眼界就只有這樣 因為你被教育說 你只能這樣子 這個才是最實際的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看過更多的可能性 當你看到更多的可能性 你發現 欸這事情不是無解 只是你不看到而已 然後所以就是大家被整個 就是整個 大家我們看到只能這樣子 我剛剛講的非常犀利 就是所以 要聽就聽 不要聽就不要聽 不接受就不要接受 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大概這樣 所以要讓自己願意去思考 然後你如果願意去接受 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 那為什麼會提到中醫的部分 我剛剛有想到一個東西 叫做 同病抑制 就比如說 同一個病有可能不同的治 就是因為一件事情 他們會套討說 比如說好了 我們現在講 比如說一個東西你會生病 我們可能說 這是因為病毒害你的 這是因為細菌害你的 可是你有沒有去檢視 你自己的狀況有沒有問題 或是你因為什麼什麼 造成什麼 或是這個天氣造成你的身體怎樣 或是加上它這樣子 所以你才造成 可是在傳統醫學裡面 不管是阿育肺腿 他一定會去探究 食節氣 探究這個 這個患者本身的狀況 有沒有 他是屬於哪一種體質的人 不是有分不同的火啊 什麼的 不同的三種性質的人 或是各種性質的人 然後你自己本身體質是什麼 你的體質是燥熱的 你是什麼的 然後什麼幹嘛 然後再加上節氣 然後再加上什麼 然後最後才加上 這一個所謂外在致病因子 溜血或是病毒 細菌都好 所以你看 造成這些事情的成因有這麼多 可是我們現在都會說 就是因為病毒害我 那跟不一樣嗎 我今天沒有工作 都是政府害的 我今天什麼都是別人害的 你有沒有檢討你自己 不要怪病毒 不要怪細菌 怪你自己 對 那所以在中醫裡面 他就會講同病意志 因為這麼多面向造成這件事情 那我要從哪一邊下手 其實都可以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所以為什麼人家說中醫 有時候中醫為什麼那麼難 做一個客觀的什麼什麼臨床 因為他們知道 沒有一件事情 是只有一個成因 所以有可能說 比如說一樣是這一個 疾病 他用這個方來吃 他會好 用這個方來吃 他也會好 然後對現在的 他就會覺得說 這樣不合理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應該要 同一種病 就是只有一種藥能治啊 因為想法很簡單 只看到一種 這也是現代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那麼多 其實就是 你會不會願意 讓你自己有可能 有其他面向來看事情 讓你的思考更寬廣 還是你是越學習 越現說 大家塞什麼給你 你就接受什麼 什麼就是你的真理 所以我為什麼說 不要一直 只看新聞 看新聞真的沒有用 我真的覺得 你就是不要一直 只看一個遺言 就是去看看 多種不同的想法 你會曾經覺得 你無解的事情 你就會有解 就是包括 學習能量療癒也是 其實我覺得 看太多資訊 其實 一方面你可以接觸到 更多不同的角度 可是我覺得 很重要的是 你內在也要 培養起一種 思考 去思考的能力 對 不然你那麼多的資訊 其實你不知道 會該相信什麼 對 所以思考能力 要慢慢培養起來 可是 也總是 我覺得 你看到很多資訊 你一定自己就會去想 那誰說我是對 總好過 你從來到尾 都只跟你講 同樣一件事情 只有這個才是對的 只有這個才是對的 你連接觸到 外面的東西都沒有 就像 井底之蛙一樣 我覺得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所有的天 我不可能 如果你講到 井底之蛙 這個我超想講一下的 對 就是你知道我們 很常有一些 成語故事的背後 就是像 井底之蛙 這個故事 是來自於 莊子裡面的一個故事 然後呢 它的故事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挖在井裡面 很開心的跳來跳去 然後就是 因為它生活過得非常舒適 然後它有一天呢 就遇到那個 東海之鳥 鳥很大隻 就聽它這樣講一講 就說 好像井裡真的很不錯 那我去瞧一瞧 結果我發現到那個井裡 自己的腳還卡在井口 想下不去 然後它就跟它說 啊 我跟你講 我看過你這個井之後 我不知道怎麼跟你形容大海 大海呢 是無邊無際 你完全看不到盡頭 你就可以長陽在海洋裡面 然後呢 就是寬廣到你無法想像 然後呢 蛙就愣在那邊完全 因為它沒有辦法想像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而且它還說你亂說對不對 它沒有這樣說 它就愣在那邊 然後呢 它的故事就寫到這裡 但是我們後世 後人就是把這件事情 解讀成 井底之蛙就是一個 見識錢包的人 但是我最近在上一個哲學課 真的很有趣 它就是剛好選了這個題目 對 就我們探討 井底之蛙 它在做出這個邀請之前 它認為自己的井比較大 還是海洋比較大 嗯 它一定覺得它的井比較大 對 所以它才會很開心的跟 東海之鱉說 來看一下 這裡真的超好的 過得很好 你趕快過來看 那為什麼東海之鱉會過去 是因為它覺得井 比它的海洋大 還是自己的海洋比較大 它應該是覺得 井還有比我更大的這樣子 對 它會覺得它講得這麼好 一定我要去看一下 然後還不知道自己的身材 體型怎麼樣 還要腳卡在那邊 對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到後來 到底 你會覺得說 這個憋它怎麼會沒有意識到 自己的體型是這麼大 它是沒有辦法下去 它還 竟然還把自己的腳卡在井口 對 那你就會想說 這是一隻對自己認識 有清楚意識的人嗎 一隻烏龜嗎 對 然後井底之蛙 它在它的小世界裡面 這樣子自在的享受跟滿足 錯了嗎 如果我們是想把這一隻青蛙好 它到大海去 你覺得它本身的身體條件 有辦法在海洋中存活嗎 對 對 所以我們有時候 我們後人把這個故事 解讀成井底之蛙 等於見識淺薄的人 但是 我們缺乏了一個更細膩的思考說 到底蛙它適不適合在海洋生存 那鳖它真的是一個這麼滿足於自己徜徉在海裡的人嗎 如果它真的是一個很有自信的鳖 它為什麼要自己腳卡在那邊 就落下說 你根本就是不知道海洋到底多大 才不會被卡在這邊 我就是可以無盡的徜徉在大海中 它如果是一個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它應該 我如果覺得它如果是回去 它應該是不知道什麼叫做井 對啊 它就是連井是什麼都不知道 對 它因為它不知道井是什麼 等到它到了井邊 結果它自己還這樣爬進去 然後又卡在那邊 然後最後落下一句話 你不知道大海有多大 那你就會覺得說 到底憋得這個人的心態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它只是不知道 如果是我啦 我自己會覺得它只是不清楚說 井到底是什麼 它就看了 那可能它 我覺得 它可能不知道其實自己是過 舵得還不錯 或是比較那個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它有可能是 它可能也想看看 喔 原來還有比海更大的東西啊 對 這是它去之前的想法嘛 對 但是等到它真的去到了井 它才發現說自己卡住了 對 但是它 我們其實很有趣 在那個哲學課的思考課 到後來我們討論的結局是 我們覺得蛙呢 這個井裡之蛙 它從原本的很自大的狀態 很自滿的狀態變成有點自卑 因為它不知道原來有另外一個世界是海洋 對 那它就是愣在那邊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可是 Bia呢 這個人我們原本覺得它是一個 呃 就是一個比較自卑的人 因為它不知道井是什麼 就覺得 我想要過去爬過去看一下 結果看到之後 喔 也不過這麼小嘛 它就變成一個自大的人 那我們就會 很有趣這樣 可是後來討論到 覺得喔 原來Bia是這樣的人喔 原來那個蛙是這樣子的心態 那到底結論 老師就問我們說 那你想要當Bia還是當蛙 結果後面 原本一開始很多人都選擇當Bia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說 Bia就是一個有見識的人 對 那你有很多選擇的機會 才不想要困在一個小地方 可是當我們討論到後來 發覺蛙是一個比較真誠的人 為什麼是真誠 因為它知道自己的限制啊 那它知道自己有 自己想像不到的事情 它才愣在那邊 它或許想一想就覺得 那我去看看 或者是它覺得 接受自己目前這樣 它寧願待在景底 那也是它自己思考後的結果嘛 所以我就覺得 你剛好提到景底之寶這一點 我真的很想要講一點 就是說 我最近在哲學思考課 這件事情讓我們對 即刻的反應 有作為一種 Slow down的功能 就是說我們在面對一個評論 或一個意見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立即的 自動化的去反應說 我聽到A就是B 你這個人就是 目前不工作就是懶散 就是敏蟲什麼 而是說我們在聽到這樣的故事 聽到這種的情形之下 我們可以去細想說 為什麼會這樣 它的背景 那它是怎麼想的 那當我們願意在這個 A跟B中間點 找出一個空間 去細想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人生真的不是只有怎樣好 怎樣才是不好的 沒有標準答案 其實簡單講是 人生沒有一個標準 就是不要說 一定怎樣就會怎樣 對 然後其實如果你願意去 多一點思考 多一點什麼 然後你才有辦法去看到 更多可能性 不然我們的社會也不會進步 我們的整個狀態也不會進步 你整個人也不會進步 對不對 如果大家都是一直 從以前的狀態 一直去做同樣的事情 那怎麼會有進步 所以一定要去這樣子 那所以 我們再探討會教育 所以教育的本質 應該是讓你更有思考能力 或是第一個 提升你的基本知識 你要有一些基本的basement 你才有辦法去再往上 或是再去幹嘛 對不對 然後提升你自己的基本能力 第二個 你要保有你的思考跟邏輯 而且不是只有 誰說的就對 誰說的就絕對是OK 你沒有什麼所謂的標準答案 它只是依照它的經驗 去跟你分享 所以像比如說 我在上課 我在講什麼 我都講說 不是我教你 我就說 我分享分享 對 因為我知道 沒有什麼絕對的 對或絕對的錯 對我來說 我可能只有看到的是這樣 可是可能 就像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的狀況是這樣 我可能之後幾年的狀況 不一樣 像比如說 我當初兩年前 寫那本書的時候 狀況是這樣 我可能之後再寫的書 層級又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 不同的狀態 不同的狀態 所以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但是只能說 或許適合你的 或許適合當下的你 可能我跟你講這個方式 你接受跟他講那個方式 他不接受 所以為什麼 我就說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方式 每個人 自己的想法 有所在的位置 所以我們所拿到的 絕對都不會是一個標準答案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基礎 該有的東西用好 然後保有自己的思考 一定要保有你自己的思考 跟你的想法 不管你學習任何東西 不管講教育 或是各個部分 包括 因為我們是身心靈 我一直在跟學生講這樣 身心靈 你也要make sense 合理好不好 不要就是人家跟你講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宗教跟身心靈 在裡面也充滿了權威感 超多 下次又有別的東西可以講了 真的我覺得在這一塊 很多你會 我感覺啦 有些人可能在這個領域 滿長一段時間 就會用自己的角度 去評判這一個人 靈性層次不夠高 或者是他學習的方法不對 但是當你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你的靈性層次 真的沒有提升耶 為什麼 因為你竟然還會去批判 什麼好是不好 就像我們之前講 你藉由貶低別人來 對啊 來彰顯自己的好 但你會這麼做 其實是 你真的還沒有進化到 你想像中的 或者是你要去知道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對啊 真的 我一直都在講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做 你為什麼要做 我都一直問我自己 那這個有機會 我們再來探討 然後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因為其實教育的這件事情 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個題目 所以我們只能目前 就我們現在探討到 我們看到的部分 對啊 而且你的那個學校教育 又牽涉到 形塑你的上一代 然後你的上一代的家庭教育 又這樣交織下 然後產出你個人的信念跟想法 然後又變成社會 這影響的層面好大 然後社會又在影響這個 對啊 對 然後就整個這樣交互的過程 東西也太多了 所以我們只能就我們現在 簡單的來講一下說 保有你的思考 去思考你要的是什麼 然後anyway 如果你是一個父母 或是什麼 你去思考一下 在我們一直要求小孩子 要讀書或幹嘛之類的 在他背後 他真正想做的是什麼 他有沒有去展現到他自己 那其實很多人在講說 現在很多之前 最後我再講一下 譬如說很多人講說 读了書之後 就一直講說 大學出來才沒多少錢有沒有 然後失業率高或幹嘛之類 出來才二十幾K 什麼什麼之類 就在那邊講 說什麼政府不OK幹嘛幹嘛 可是一方面 因為很多的那個 很多那些就是 專業技能的那些 師傅老師傅或幹嘛 他們就說 我們這個工作都沒有人要來做啊 他們就不想做 就想要做辦公室啊 覺得辛苦啊 或幹嘛 因為就有點像萬般 學家也唯有讀書高 就你一定要做辦公室才是對 可是其實那些工作 他有非常重要的專業技能 而且是真的給傳承下去的 而且收入還很高 收入是真的很高 所以 那為什麼 所以你有沒有去 讓自己有更多的路 或者是讓你的 小孩有更多的路 讓他去試著做他自己 還有 不用控制太多 他讓他 把你該進的責任進完 然後讓他學習 去選擇他的人生 因為你不可能 永遠一輩子在他身邊 對啊 如果你一直在幫他做結局 有一天他就會失能 對沒有錯 真的是這樣 他就是除非 你就是要讓他當啃老祖 啃到你不在那一刻 對或者你想要白髮 白髮就沒有要主動人家 就是對 你就是要去思考一下這件事情 所以讓他學習 自己會自己負責 自己對自己做責任 相對來講 你會變輕鬆 而且你也會看見他的成長 你也會變得更欣慰 這個才是真正的學習跟教育 真的 沒錯 好的 謝謝你跟我們分享 希望今天的我們的聊天內容 對你有所啟發 雖然有一點小心 如果有想要更探討什麼 對什麼話題有什麼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聯繫 跟我們說 你的想法還有回饋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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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節目內容 神行靈療癒 想瞭解更多 歡迎到臉書粉絲頁 西河慕因神行靈療癒工作室 與我們聯繫 節目資訊欄有相關連結 謝謝你的收聽 拜拜 拜拜